各位上午好 女士们先生们 非常欢迎大家参加 这次研讨会 是有关创新和发展的 这一研讨会呢 是由中国社科院 以及国际贸易和各区发展中心 所共同举办的 社科院 是在社会科学 以及人类学方面的 国家研究中心 同时呢 他也是中国最高级别的智库之一 去年2016年的时候 当中国接过 二十国峰会的 轮值主席国的时候 中国社科院 以及全球 它的世界政治和经济研究所 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活动 与世贸组织 才一起开展合作 并且与国际贸易和各区发展中心 一起 讨论全球经济治理问题 以及与我们有共同关切的问题 一并加以讨论 因此今天的志议研讨会呢 是更进一步 而扩大 并且深化 我们的对话 以及沟通 我们希望本次研讨会 可以 进一步的加深 你们对于中国经济的理解 同时 也可以加强 有关全球贸易和投资系统的 对话和沟通 因此今天 我们非常荣幸 并且倍感光荣地 邀请到蒋建国阁下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 来参加本次研讨会 并且做主旨发言 那么现在 请允许我来介绍 今天与会的尊敬的各位 与会代表和专家 首先是蒋建国先生 刚刚已经说过了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 易小准阁下 世贸组织副总干事 于静华先生 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 张福海先生 国际信息办事处是中国国务院的 是国际贸易可持续发展中心的总裁 张宇燕先生 是世界政治和经济 收贸院的研究所的所长 所以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和倍感光荣地 还请到了来自瑞士研究院智库的代表 以及国际组织 位于日内瓦的国际组织的各位代表 同时呢还邀请到了媒体的各位朋友 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活动 所以现在我们非常荣幸 请Ricardo Melindez Ortiz先生 做欢迎至此 Thank you very much 非常感谢 王雷先生 各位上午好 我非常荣幸来到这里 接受了中国社科院向我发送的邀请 尤其是世界经济和政治研究所 我的朋友 邀请我 我非常荣幸地来到这里 中宣部的主任先生 以及他的同事 余大使 以及世贸组织副总干事 余先生 好像口译有一点问题 好 没问题了 另外在今天的活动当中呢 还有一些同事 有的是来自于冒发会议 有的是来自印度 哈雪茜先生和世贸组织的同事 我们对大家能够光临这次会议呢 感到非常的感谢 我们今天在世贸组织啊 在2017年的年初 见到大家觉得很有意义 而且呢 达沃斯下个星期呢就要召开世界经济论坛了 习近平主席也会参加 另外呢 还有一点很有意义就是我们有机会能够考虑今年会碰到的一些挑战 在考虑到政治方面的一些 就是2016年在世界各地不断激起辩论的一些主题的时候 就会考虑到2017年的前景 在一年前 我们当中很多人 在多边的机构当中 会听到有关国际社会取得的成绩的一些事件 特别是在2015年年底的时候 尤其是有关全球治理 以及全球性的通过了2030年的可继续发展议程 也就是联合国的这个另外还有有关气变的协议 和在内罗币的世界贸易组织的部长级会议的成果 我们在考虑到这些事件的时候呢会感到非常的鼓舞 我们会很多的感觉到这些成绩呢得到了一定的确认 比如说Jean Bissanis Ferry这个法国的经济学家 也称之为一个重大的进展 也就是社会契约的一个关键性的成果 今天人们的感觉呢是 也就是说如果大家都看了过去几个星期的媒体的报道的话呢 大家的感觉可能会有所不同 在2016年发生的一些事件也进一步的指明了我们面临的挑战 更多的是来自于地缘政治以及社会的以及市场的失败或者是环境带来的挑战 也有技术新技术带来的挑战 最大的经济体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大大的发生了变化 特别是在过去的三四十年当中 那么现在呢我们面临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 尤其是在竞争方面 市场的扩大和经济的全球化 现在已经是成为 面临着一些新的状态 而且呢有一些结构性的持续的困难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 所以呢也是我们有一种紧迫感 需要采取尽快的回应的措施 因为现在似乎我们的解决办法呢 跟不上这些紧迫的问题的发生 我们现在同时呢也理解 技术带来的问题 特别是自动化 虽然呢也带来了一些益处 但是呢仍然在不断地测试着 政策制定在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可行性 而且我们现在仍然没有跟上 技术变革的速度 鉴于公共产品的管理 以及自然环境和人民的期待 也需要进一步地 使国家的经济融入到国际市场当中去 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也进行了一定的分析 特别是有一些普遍性通过的 例如2030年议程这样的举措 我们这个组织呢 20年前就建立了 它的目的呢 就是能够建立在国际贸易 国际的合作环境和框架当中的机遇 以便能够促进可持续的发展 在这方面呢 我们呢 这个组织啊 主要是把重点放在 社会平等环境技术的发展和繁荣方面 ICT这种技术呢 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 使各个国家的政策呢 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 我们也越来越注意到 在国内和国际的环境当中 资源分配的合理性的重要性 在今天的大背景下 我们也意识到有更大的责任 需要帮助各个利益关方和政府 来理解 如何能够更好的 在现有的机构和框架的基础上 展开工作 以便能够确保多边的合作 那么这样的框架 我们也看到呢 他们遭受了 他们将会在今后的几个月或几年当中 遭受更大的测试 这是一种可能性 另外一种可能性呢 就是要采取继续发展的做法 并且对发展做一个定义 中国在2001年的时候 加入了世贸组织 那也是当时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促成的 我们希望在今后的几个月几年当中的工作 是能够继续和各方合作 来确保 我们正在面临的挑战和破坏 或者是在过去几个月 星期当中碰到的问题 也会引发我们的恢复能力的加强 所以我们相信创新 特别是从机构角度的创新 从政策的角度出发去看待 以及从技术的和经济的角度去看待 是绝对关键的 我们也一直在跟踪着中国 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 在过去20年当中的发展 就是从它加入世贸组织以来 我们对中国的能力和发展感到叹为观止 中国也建立了大量的改革的措施 首先是在经济的改革方面 建立了新的举措 在此之后 或者是最近 在上海 在国外直接投资方面的一些新的创新 以及今年 要执行的和碳市场相关的排放的举措 那么这都是一些创新能力的见证的例子 就是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大量的举措 将中国能够纳入到所谓的一路 一带的这样的一带一路的这样的一个倡议当中 因此 我们将会再次对于中国有很多的期望值 因为它现在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体 可以来牵头带领这样的一种创新 并且呢 再次作为体制秩序的一个捍卫者 非常感谢 因此我期待着可以听到蒋先生 稍后关于各项活动的介绍 非常感谢Ricardo先生 所做的开场白的发言 同时呢 我们也感谢ICTSD一起开场合作来举办这一次重要的活动 现在我们就非常荣幸 请易小准先生 是世贸组织的副总干事 来做开场白的发言 请您发言 The Honorable Minister Zhang 尊敬的江主任 余大师 Ricardo Melendez Ortiz先生 女士们先生们 我非常荣幸受邀参加这一重要又及时的活动 正如Ricardo刚刚所述的那样 两年前 国际社会自我制定了一个 接触的雄心勃勃的并且深远的可持育发展目标 是一直到2030年之前予以实现的 这些目标根据定义来说 只能够通过一种创新 具有生产力以及动态的全球经济的方式来予以实现 鉴于现在全球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的迹象 因此重新发现 以及重新注入创新这样一种发展动力的做法 是非常关键的 让我来提三个建议 即贸易以及多边贸易体系 可以起到关键作用的部分 首先 创新要基本基于经济的开放性 开放式的贸易和投资 有助于创建一个有助于创新的环境 通过鼓励技术跨边境的自由的流动 并且创造出更多的竞争性的压力 从而可以使新的市场基于现代化 与改善并且开放 从而可以提供创新性的产品和服务 全球贸易和投资的交换 是与全球思想以及知识之间交换 是不可分割的 而且有明确的证据显示 与全球市场有联系的公司 是更具有创造力 而且如果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一部分 也可以改善对于技术的获取 第二 全球合作对于经济开放是非常关键的 在这里 世贸组织就起到了与日俱增的重要的作用 而且也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 继全球经济自上世纪45年代到现在不断的扩张 而且一些关键的 泛中国家在最近几十年进一步戏剧化的崛起 进一步的加深和扩大了多边贸易体系 类似的 随着全球经济变得更为开放和更为融合性 它也加强了更多的贸易合作和规则的 这种背后的理念逻辑和需求 那么这尤其是在当今全球价值链的时代 以及无边界的这种数字化的商务当中更是如此 而且目前的现实就是 一个与日俱增的开放式的多极化的 和超连变接的全球经济体的环境当中 世贸组织不是变得更少 而是变得更为重要 最后 可能最为重要的 就是推进一个具有创造力的 开放的和合作性的世界贸易体系 要取决于 这种贸易体系的福利呢 是可以被广泛与分享的 这就意味着要帮助那些国家内部的 尤其是仍然处于全球经济体当中 边缘化的这些国家和国家内部的群体 可以更好地融入 适应 比如说改善中小型企业的贸易机会 并且提供一个有效的 调整援助 以及对于这些移民工人给予提供培训 多边贸易体系的成功 是要鼓励创新发展和增长 而这呢 是国家愿意对于贸易开展合作的结果 而不是原因 并且应该要深化 他们彼此之间的互相依存性 是否这一多边贸易体系 可以继续取得成功 那么这就要取决于国家的支持 以及国家内部公民予以的支持 创新对于全球经济来说很关键 因为它可以创造出更多的生产力 因为这种生产力反之 又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增长发展 以及不断深化的生活标准 创新贸易和增长呢 也不是发展仅存在的一些条件 但是这些是必要的条件 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 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国家 已经成功地利用了贸易和投资 促进自己的发展 而这些国家同时又在改善 卫生啊 教育目标 以及扶贫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鼓励创新和发展 通过加强全球经济的开放性 并且应该要抵制保护主义 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关键挑战之一 今天的这个研讨会呢 完全恰逢十一地强调了这一重要性 我祝愿本次会议圆满成功 谢谢 非常感谢 伊格夏的开场白的发言 以及他深入地分析了 创新在发展当中起到的关键作用 以及多边贸易体系的重要性 以及在促进发展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 与ICTSD一起呢 我们也非常感激世贸组织 在组织并且主持本次活动当中 所提供的慷慨之情 尤其在世贸组织的场地 来举办本次活动 因此非常感谢你 现在我非常荣幸请 于建华阁夏先生 是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发言 请您发言于先生 非常感谢 DDGE Ricardo My friend Ladies 女士们先生们 各位上午好 新年好 我非常荣幸参加今天的研讨会 代表中国常驻世贸组织的使团 我热烈欢迎蒋建国主任 各位专家以及与会代表参加本次研讨会 并且我期待着你们具有洞察力的一些观点和评论意见 在今年初始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全球经济复苏的良好迹象 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够对于整体的框架保持这种乐观的态度 因为很多的复苏仍然是不平等的 而且贸易和投资仍然是缓慢的 尤其是反全球化的这种想法正在抬头 在这一关键的十字路口 这个会议正是及时的 它的主题是创新和发展 尤其是在全球贸易以及投资合作这一主题方面 在这儿呢 我想简单谈三个看法 首先 创新 是 人类进步的不解动力 而且它也是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创新呢 仍然是所有国家最为重要的一个工具 来用于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各种挑战 当前 全球的创新在加速新技术呢 也在日新月异 这个新的现状 也给各国带来了革命性的挑战 并且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格局 同样 创新呢 创新呢也在 逐渐地改变 改变传统的全球化的内涵 比如说电子商务 三迪打印 正在改变 国际贸易的方式 越来越多的 货物的流动 将转化为数据的流动 此外 创新呢 还冲击着各国传统比较优势和国际分工格局 加速了新旧产业和旧业的更替 而且这些变革呢 是深远的 这样的变革 毫无疑问的将会 影响跨境的投资 投资呢 会更多的进入到 研发服务和智能制造等领域 正是为此 我们需要大大的推动 创新 特别是在贸易和投资的政策方面 第二 我们需要积极地推进全球治理的创新 目前 有一些新的趋势 就是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 国际规则的碎片化也在加剧 另外呢 一些国家和地区 有一些逆全球化的思潮的暗流涌动 那么这对全球的创新 是非常不利的 在推动全球创新的时候 这已经成为多边贸易的一个 非常关键的责任 1995年以来 世界贸易组织就成功地 营造了一个以规则为基础 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 是为所有各国创造的 有在过去20年以来 包括中国在内的36个经济体 加入了世贸组织 成为全球以开放促创新 以创新促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全球价值链 中小企业 电子商务 投资便利化等新的议题 受到越来越多的成员的重视 而且呢 也对联动创新的关系重大 第三 创新需要国际合作 只有加强国与国之间的联动创新 我们才能更好地激发创新 促进新的贸易投资 盘活全球经济 并且促进世界经济发展转型 升级 最终实现可继续发展的目标 我们认为全球化 应该仍然是各个国家的正确选项 我们现在进入了信息社会的时代 数字化和互联性 使得每一个国家都成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 我们是相互依赖的 没有任何一方能够独自地实现繁荣 而不需要任何其他方面的帮助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了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一超越民族国家 和意识形态的全球观 它的核心要指之一 就是谋求开放创新 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 大家应该秉承基于规则的 多边的贸易系统 推动国际贸易和投资 使全球化能够授予 所有的国家 贸易能够让所有的人受益 女士们先生们 中国目前正在致力于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并且用创新协调 绿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引领中国经济发展 中国始终是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支持者 中国的发展本身就是 一个不断改革开放融入全球化的过程 我们既自主地扩大市场开放和贸易自由化 并且和其他的世贸成员一道推动多边贸易系统 并且维护这个系统 便利投资 在这方面中国做出了重大的努力和贡献 特别是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 最后我衷心地祝愿 本次的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这是一个很好的区域 让各位专家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 特别是在有关发展和创新的这个主题上 我相信在大家共同努力的基础上 今年就是2017年新的一年将会是一个充满成绩的一年 特别是在全球的开放创新和可续发展方面 祝愿本次研讨会取得圆满的成功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于建华大使 感谢您的开幕式致辞 现在我们有幸邀请蒋建国大使 中国的中宣部的部长来进行主旨 做主旨演讲 正经的仪孝俊副总監事 正经的于建华大使 正经的李卡多先生与师门先生们 对不起由于我来有点数量 所以我讲话的声音高不上来 声音低的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人事 进行国事访问 出席世界经济人坛 访问联合国 就是日内瓦总部 思维总织总部 或国际劳务会总部 也像大家所知道的 本能传球金融危机 王法至今已经九年 随着民粹主义保护主义 或本土主义世潮的兴起 世界走到了 要战争还是要和平 要贫穷还是要发展 要抵抗还是要合作 要斗展还是要拱饮的历史关口 更如大家所知道的 习近平主席为和平发展而来 也为合作供应而来 为推动经济传球化而来 为攻见人类 民人体而来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 良好的传球紧急持续 离不开良好的 各国国家的经济资历体系 所以当前要增强传球 经济可持续性和包拥性 排解需要各国国家 积极行动起来 办好自己的事情 并加强政策与立场的协调 寻求贼大公约素 形成贼大同性软 为稳定和完善 传球经济资历做出贡献 那么中国走得怎么样呢 这就是我今天 要给各位介绍的主要理由 第一 中国经济今日新常态 缓重处稳 稳重求进 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 以及同世界的合作不但加深 中国经济的走向 受到外界高度关注 经济年来 中国经济发展今日 以增长收度换挡 结构调整 加速和增长动力转换为特征的新常态 一方面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下降 导致GDP实际增长率下降 从2012年的7.9% 缓慢下降到2016年前三季度的6.7% 但是整体上呈现出缓重持稳的态势 另一方面 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诸多积极变化 稳重想好 稳重求进的态势更加明显 那么这种态势集中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集中改善 中国知名消费率明显提高 从2010年的35.9%上升到2015年的38.5% 平均每年提高0.52个百分点 2016年1至11月份 全国城乡新增9点人寿11249万人 完成传年目标人物的百分之124.9% 那么前三季度全国知名人争可支配收入 实际增长百分之6.3% 知名的工资性收入 金人净收入或财产净收入增长 增长在百分之8左右 人争转移净收入增长百分之十.3% 那么精准扶贫实施一年来 超过一千万人高别贫困 呈向的医保加收兵贵 公共医疗服务水平 或公平性限制提高 那么这种态势也集中体现在 经济结构稳步优化 2016年的前三季度 服务业增长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为百分之58.5% 成为经济增长的指引性 消费对于GDP增长的贡献 达到百分之七十一 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加 一直是一月份高级数产业的投资 同比增长百分之一是五点九 增售困入全部投资百分之七点楼 全部投资七点六个百分点 那么执钞业装备业 高级数执钞业 利润行手加快 增长行手加快 那么钢铁煤炭超前烧热 完成了初年出产能力目标 工业企业资产的负债率同比下降 0.6个百分点 这种态势还集中体现在 创新吃动 有效增强 2015年全规研究与发展经费的投入 强度为百分之二点零七 投入的经费已经为之世界第二 提交的专利申请超过一百万件 为之全球第一 1916年前三季度 战略性新型产业 高性技术产业 均保持百分之四以上的增售 那么工业与伏联网深度引获 新产业新技术 新业太新产品 新模式构建的新经济筹坚涌现 直潮业转型盛进的动力 再增强 虽然中国的经济增售有所防范 但仍然是时间范围内 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是推动传球经济增长的动力源 2016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接近百分之四四 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指引性 中国作为传球第二大经济体 经济增长缓重处稳 稳重求精 是维持传球经济可持续性的稳定器 中国经济发展资料和效益的进一步提升 将为传球经济释放出更大的市场诉求 带来更多的投资 提供更加丰富的产品 或创造更加宝贵的活作几日 我要给大家通报的第二个方面 以新的发展理念 不但开创新之面 为传球经济发展 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对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作出枯穴盘淡的基础上 提出了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中国以此为止道 制定了十三五规划纲要 创新就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新发展理念 把创新摆在发展传逐的核心为之 就是要不断地提升创新能力 形成经济长期增长的可持续动力 协调就是维持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 更注重发展机会公平 注重资源培植准衡 防范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 绿色就是认识发展的必要条件 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体现 中国坚持绝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坚持可持续发展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为传球的生态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开放就是国家繁荣发展的比喻之路 顺应中国经济深度涌入世界经济的出世 积极参与传球经济资历和公共产品的功格 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 只动利用扩大和引领经济传球化 那么共享就是充分体现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发展为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个 由人民共享 使全球人民在发展中 有更多的获得感 朝着共同服务的方向稳步前进 那么郭德通过福士德说过一句殖民的话 说我的朋友 理论是灰色的 而生活之势是长青的 2013年中国对全面生活改革作出部署 提出了60条336项改革作施 那么实行得怎么样呢 刚刚国出的2016年中国在中央层面就完成了97项重点改革人物 部门层面完成了194项改革人物 国方面一共出台419个改革方案 那么其中深化供给车结构性改革 是适应或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主线 主攻方向是提高供格质量 完善市场在资源培植中 其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 加强激励 鼓励创新 提高牢动生产力 提高船要收生产力 这种目标是满舟人民 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那么2016年公寄车结构性改革 以出产能出苦成出港杆 将成本补丹板五大人物为抓手 那么2017年中国将坚持稳重求金的 经济工作总计调 供给车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人物 拓展为四个方面 也就是技术深入推进三处一将一步 推进农业的供给车结构性改革 着力振兴实体经济 和筹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妥善 划解 金融 债务 房地产和实体经济 等领域的潜在风险 所以提高实信 推动实现更高质量 更有效益 更加公平 更过时速的经济发展 中国有信心 有能力 有作为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 发展中国家 一心一意办好自己的事情 实现国家发展和稳定 本身就是对世界经济的主打工学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创新协调 律设 开放 共享 五大发展理念》 不仅为推动中国的经济可实属发展 指明了方向 也为世界经济的改革发展 稳定 积极提供中国方案 贡献中国智慧 第三 那么积极推行传球 直立创新 引力 经济 传球划新发展 传球贸易低受增长 更需要国家 急受协同活作 筹进公平日 公正 防日 贸易保护主义 筹进经济传球化 向根据获利 包拥 普惠 或可实属发展的转变 那么贸易政策 应该是通过加强点子商务 等新规则的构建 筹进 创新和熟知经济发展 构建 包拥型的传球夹制链 筹进中小企业 这部发达国家 融入到传球的经济链 消除贫困 推动联合过2030年 可持续发展目标 尽早实现 那么中国一直是 多边贸易体制坚定的支持者 加入WTO145年来 始终严格征受WTO规则 认真理行承诺遗物 积极参与和推动 多边贸易谈判 中国将急受充分 发挥负责任 贸易大规的引领作用 为推动WTO 急受前进 做出积极的贡献 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推动全球贸易投资 自由化 便利化 那么 指引构建开放性的世界经济 需要积极推进 全球结构性 指引结构的创新 2016年在中国主办的G20 首次设置了贸易和投资工作组 制定了20个集团 全球贸易的增长战略 或20个集团 全球投资 投资指导 原则等文件 WTO等国际组织 对杭州峰会的顺利 执行和有关政策的制定 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2016年5月 6月 在WTO总部 分别召开了20个集团 工上演会议 以及20个集团支付会议 G20杭州峰会成果的实施 还有待与国防 我们共同牺手 共同努力 第四 那么加强创新活作 为推动人类民营共同体 做出贡献 总管人类历史 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 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 或产业变革 正孕育兴起 将对全球经济增长 国际贸易与投资 全球经济链 产业结构和全球分工体系 劳动力与社会保障等 带来机遇或挑战 迎接机遇要因此而为 在极数经营标准化 商业环境 网络安全 和新型基础设施检设等方面 要加强合作 共享人类科技进步 和产业发展带来的福祉 应该永挑重担 赶于担当 集计委广大中小微企业 中低极能劳动者 或社会若是存体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 攻建更加浮予公平 包容文明的人类民运共同地 为了实施 创新出动发展战略 中国坚持极数创新和制度创新 酸冷制动 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 近2016年 中国就建立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创新政府培持自然方式 加大了私人财产权或知识产权保护的迷动 三年了一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科技创新中心或大众创业 万政创新等示范基地或创新载体 不但提高创新继日 创新销利或创新体系建设 那么瑞士是创新能力 这个全球首出一指的国家 中日两国之间开展创新活作 最有脚性强的俘补性 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 与国际贸易与扩持受发展中心 共同执办创新日发展国际研讨会 只有重要的一页 期待智库学者们通过高水平的电话 持得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 最后周园研讨会 持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蒋建国部长的主旨演讲 非常感谢蒋部长的主旨演讲 他的主旨演讲是非常全面的 而且深入地介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情况 也对新的动态问题和中国经济的前景做了阐述 另外还强调了一些根本的想法 特别是关于一些发展在中国的一些新的理念和理论 我们也非常赞赏他强调了多边贸易系统的重大作用 特别是在推动国际发展方面 从听了他的主旨发言之后 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进一步的促进 国际的发展充满了更大的信心 也会对促进世界发展的时候 也能促进中国本身的发展 从主旨发言当中 我们也意识到了一系列的重要的主题 那么这些主题 也是值得我们在研讨会当中进一步进行讨论的 再次感谢这个非常深入的 充满政治所见的主旨发言 就是由蒋部长所做的主旨发言 现在我宣布研讨会的第一部分到此结束 我们进行查歇 在查歇之后呢 要继续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和对话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的主讲人非常出色 所有的各位都是在我们这个领域非常著名的 当他们发言的时候会议介绍 到时候呢 你们也可以参考手前的这些 他们的背景的信息资料的介绍 在这部分会议的主要的目标呢 就是拿出一些创新性的一些想法 从而可以应对世界目前正面临的逐多挑战 正如开场白的部分的会议已经说到过 指出了不同的各种发展的方向 包括地缘政治 以及反全球化 还有环境退化 还有一些技术性的干扰 包括一些政治上的 政策上的干扰在一些领域 我的名字叫做陈帅华 我是全球治理ICTEDS的执行董事 一般来说 在选择一个主持人的时候呢 主要是取决于两个特征 第一个就是要长得好看 第二个就是时间管理很出色 我第一点做不到 不是很好看 所以我尽量的保证时间管理上做得很好 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让每一个专家 最长不超过可以发言十分钟 这么一来我们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来提问 如果有的话 当然如果只剩下一分钟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提醒一下 我到时候呢 准确到十分钟的时候会 打断各位的发言 首先我想请张宇燕来发言 那她是世界经济和政治研究所的所长 是来自于首科院的 而且也是这个活动的共同组织方 张教授呢很出名 她也是在去年中国在主持二十国分会的时候 是二十国智库的一个主要代表 请您发言张先生 非常高兴 也非常荣幸 今天能有机会参加这个讨论会 那么创新与发展呢 是当今世界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那么在刚刚结束的G20杭州首脑峰会上 那么中国作为主席国 在G20首脑峰会议题设计中 把创新作为了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因素 当今世界经济呢 已经进入了一个转折时期 金融危机爆发以后 各个国的政府 都试图运用短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来使经济呢复苏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 全球的经济复苏呢 仍然是比较迟缓 过去的几年 那么经济增长 大致都呢 维持在3%多一点的这个水平 原因呢 有很多 但是最关键的是 是短期的政策 现在看来呢 已经不能够解决 全球的长期增长问题 那么长期增长 核心就是要创新 我们都知道 经济增长的 这个主要的推动力 可以分解为三个方面 那么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资本 资本的投入 第二个是劳动 劳动呢 实际到劳动的投入的数量和质量 第三个呢 是全要素生产率 TFP 这个资本的投入 它和技术进步呢 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中国 现在呢 刚才正如 蒋部长 在基调发言中 谈到的 中国的 这个非常关注 R&D的这个投入 现在呢 我们R&D的投入 占GDP的比重 已经达到了 2%以上 那么根据中国 未来的这个计划 那么到2020年 中国 在R&D的投资上 要提升到 2.5% 那么这个呢 也是中国政府呢 还是想 在这个资本投入 特别是技术进步这方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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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投入 来提高 劳动生产率 那么在劳动 投入这方面 中国 中国 未来 整个劳动力的供给呢 是进入了一个 不断降低的过程 根据中国经济学家的估计 2010年到2020年 这10年间 中国的劳动力供给 将净减少 3000万到3500万 所以在劳动力供给 减少的情况下 如何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 这是中国现在面临的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也是很多发达经济体 面临的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的做法呢 主要还是改进劳动力市场 这个促进竞争 减少这个劳动力的这个 流动的障碍 那么关于TFP TFP呢 主要是要素的这个配置效率 和技术进步 导致的这些 这个结果 它是长期增长 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么在这个方面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 深层次的问题 还是竞争 就是通过竞争 就是通过竞争来改进 这个创新的条件 放松政府的管制 减少各种各样的市场 进入这个障碍 那么保护产权 尊重契约 当然这是从国内的角度讲 从这个国际的层次来讲呢 就是和国际贸易 国际投资 有很密切的关系 那么今天的世界 面临着很多的挑战 那么其中的一个挑战呢 就是贸易和投资 保护主义 抬头 可能用抬头呢 这个词本身呢 已经不够了 现在我们明显地感到 这个保护主义 这个势头非常猛烈 那么 首当其冲的呢 就是中国 我们已经听到 很多的议论 那么美国新政府 如果要上台 那么中国就将面临着 一系列的贸易 还有这个 包括投资 等等方面的 这个困难 比如说要征税 对中国的出口产品的征税 40%以上 包括宣布中国 为汇率的操纵国 等等 那么这个呢 不仅仅是对中国 还有呢 对这个 比如说 NAFTA 北美自由贸易区 要重新谈判 还有就是 这个TPP 12个国家呢 已经签字 但是呢 现在看来 它也要遇到 很大的麻烦 等等 这一系列的问题 都是我们 这个 不仅仅是中国 还是 整个世界 面临的一些 这个 重要的挑战 就是在 促进创新 鼓励投资 这方面 我们遇到的 这个挑战 很多事情呢 仔细想一想 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 全球化 我们 可以看到 它给我们 带来的好处 特别是呢 对这个 很多国家 它能够创造 得资贸易的收益 就 gain from trade 那么 它 使得很多人 很多国家 成为 winners 成为获益者 但另外一方面呢 它也 有 这个 收入分配的效应 那么 收入分配效应呢 使得一些人 或者一些国家 他们成为这个 叫做什么呢 利益受损者 losers 那么 这样的话呢 就有 很多人 把 失业 把工资 增长速度放慢 甚至下降 和全球化 等同起来 那么 我觉得 这种想法呢 可以理解 但是呢 我觉得这种 简单的 化等号 还是有 它的问题的 这 全球化本身 是我们 所有的国家 都需要的 那么 它呢 能够给大家 带来好处 但是 我们要特别 关注的是什么呢 是如何在 赢者 和 输者之间 寻求一种平衡 用 特别是用 国内的一些政策 来平衡 全球化产生的 生产效应 和收入分配效应 全球化呢 在我看来 它是 主要指的是 世界各国 各个地区之间 相互一存度的 不断提升的 一个过程 那么在过去的 二三十年间 全球化呢 经历一个非常 迅速 这个上升的时期 但是呢 全球化的道路 并不总是 平坦的 笔直的 路的两边呢 都是 盛开着鲜花 不都是这样的 那么现在 全球化呢 进入了一个 崎岖的路段 出现了很多的 问题 这就需要 我们大家 共同努力 来 克服我们 面临的这个 各种各样的 困难和挑战 那么习近平主席呢 这次要参加 达沃斯 世界经济论坛 那么我 我觉得呢 它是 传达一个信息 就是中国 愿意和世界 所有其他国家 一道 推动 全球化 继续向前发展 那么让全球化 带来的果实 使得更多的人 能够去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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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 张教授 出色的给我们 介绍了这一点 那么现在请 哈萨 V Singh 辛格教授呢 是 Brooks 印度的 执行董事 而且呢 也是 在我们目前 所处的 WTO的机构当中 工作了八年的时间 作为ICTSD的高级研究员 他也是我的同事好几年了 同时呢 他还在印度政府当中担任高级别的职务 还有在印度的一些学术机构和公司当中也担任高官 现在请您发言辛格先生 非常感谢帅华 也感谢各位组织方 我主要会关注政策以及体制的创新问题来给大家介绍 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全球贸易和投资合作的演进 因此呢我想先介绍一下一个背景 就是合作呢是通过一系列的协议来发生的 从软协定到硬协定 包括一些法律方面的义务 世贸组织还有TPP协议等等 这都是类似的协定的一些例子 在这个框架当中呢 我要请大家考虑一下政府和政府 以及政府和业界之间的合作 以便能够积极地推进全球的贸易和投资的合作 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呢 要了解大家关注的问题 现在最主要的一个关键呢 就是保护国内的收入和就业 并且是国内的企业在工业政策方面呢 具有竞争力便利技术的获取 其中也通过当地的内容来实现 以便有更多的市场准入和进入国外市场 大数据等这些问题 另外呢还有一些政策呢 会影响到国际贸易的平等性 比如说在货币以及汇率和社会发展 就是社会保护标准方面 创新性的措施呢是有必要的 只有这么做才能够带来灵活度 来降低这个负面性 因为有很多国家 还不太愿意开放他们自己的市场 通过一个共同的框架 特别是让尽量多的与贸易相关的部门 加入进来是非常重要的 有一些新的规则 也需要各个国家进一步的接受 就是贸易方面的规则 我当然这里首先想到的是当地内容 比如说一些当地的规则呢 需要去处理当地市场变化的情况 以及已有的一些条件的消失 其中也包括一些这个问题 很多人感到担心的是 这个关键性的量在不断的变化 在私人标准方面呢 也在发生变化 关于贸易和投资方面呢 全球的观点于两年前 有了很大的变化 有的是核心的情况相关的 还有一些是涉及的是贸易和合作的新的规则 现在有很多的协议 不管是双边还是多边的 处理的是同一个问题 但是用不同的方式在处理 我们要确保有共同的落地点 比如说一些创新的想法 要考虑以不同的方式去考虑找到解决办法 比如说降低关税 其中应该包括实质性的开放 以及植入性的一些规则 比如说长期的TPP 比世界贸易组织的可以接受的长度要长很多 比如说在考虑一百多种产品的时候 要先考虑二十五种 比如说非关税措施的开放 先加以考虑 另外呢 保障性的措施的可行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保障性的这个阶段呢 也是很重要的 可以汇总世界贸易组织的 7.4条里面的内容 另外呢 这个产品的覆盖性呢 从各个国家的角度各不相同 比如说 有在二十到三十年当中啊 一些贸易大国当中呢 会覆盖到百分之九十 而其他的贸易国呢 可能会涉及百分之五十 另外一些国家呢 采取自愿的措施 其中也包括 这个电信方面的内容 每个国家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当中 是各不相同的 另一方面 各个国家出口的产品的重要性 特别是在水准限制下的 情况 是需要采取更多的规则的 不是更少的规则 对于 有的时候呢 这产品的 关税的水平可能会降低 同样 如果有一个多边的协议 是有MFN的 那么其中的规定呢 可以包括保障的可能性 也是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 5.2条的内容相一致的 另外呢 新的重点应该是放在 出口方 更大的这个新的出口方方面 那么这也需要重新考虑 对世贸组织的有关保障的协议 另外呢 还有一个规则和灵活度的合并 也涉及了知识产权的问题 我们在座的一些朋友 可能会更多的谈到这一点 这可以通过综合 以时间的角度考虑的 规则变化的圆周圈 和利益分享之间的综合 我们的确有强制性的许可证 我想提出的一个概念呢 就是知识产权方面的利益分享 那么现在呢 在国外这些投资方面呢 越来越得到提及 越来越时髦 可能在执行协议的时候 有一个初步的阶段 就是关于初期的这个经验来建立 同样 这也可以用于不同的领域 其中也包括贸易的便利性 服务等等 还有投资 那么大多数的国家呢 都希望能够获得新的技术 有竞争的优势 特别是在电信方面 比如说贸易便利性协议的电信方面 有的规则呢 是可以由各方接受的 比如说世贸组织的协议的附件期 那么另外的一些便利政策呢 可能要考虑一些资源性的做法 来得到通过 不仅是低收入的国家 而且呢中等收入的国家也是如此 那么另外一个大量使用的是当地内容 那么这在创新方面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这是尤其重要的 因为创新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呢 是逐渐进行的 创新在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和发达国家有所不同 发展中国家呢 它是渐进的 所以大量的使用的当地的内容 可能需要进一步的考虑现存的一些规则 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这在乌拉圭回合的时候呢 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就是考虑到了保障性的规则 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关于当地的内容 正如世界贸易组织的这个第六条 所涉及的那样 如果大家听到 如果大家遭受了影响的话呢 会发出抱怨 但是如果没有遭受影响的话呢 我们也知道大家都在使用这一条 关于监管的合作 是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关于非关税措施方面 合作的解决办法呢 在TPP里面可以找到 其中呢包括了很多的机构机制 都是可以适用于各个国家的 这也是一个推动这个问题的好的基础 那么这个合作的解决办法呢 也需要用于解决技术创新带来的挑战 因为这完全的改变了我们在贸易方面的一些理论 而且现在的政策制定者呢 没有很好的加以考虑 事实上呢就像我们做了一道菜 但是事实上呢整个菜谱发生了变化 是需要一些软性的合作性的协议的 以便能够降低各个成员 国在监管方面的差异 比如说关于3D打印中导中的对话和数字平台 这到底谁来控制 谁来使用 我们应该找到这种贸易的附加值 甚至能够保留有意义的FTA 那么如果是FTA的程度的话 是有什么意义呢 特别是在3D打印等等方面 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这些问题呢都是相互关联的 不能孤立起来去考虑 整个FTA的内容提供 可能会被这些新技术完全的破坏 另外还有一些贸易的政策 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从正式的角度 转到了非正式的角度 当然我这里不想花太多的时间 只想花一分钟的时间解释一下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 在全球方面的贸易关系的话 事实上是逐渐从正式转向了非正式 新当选的总统对企业说 我会在关税方面增收多少多少关税 其实呢这就是一种非正式的信息 关于贸易政策和一些贸易政策的信息化的扩大 也需要考虑产品提供的各种形式 如果有的模式可以让投资和服务成为关键的话呢 会很好 但是如果不能做到的话 我们会自问为什么不以平等的方式去做 所以我们应该尽量的能够前后一致 这是需要创新的一个领域 另外这也会为我们前进打铺平道路 对于非正式的一些举措 比如说私营领域的标准 也是一个可能性 需要我们去考虑 德国政府提出了一些新的倡议 另外呢 关于一些领导性的企业 在全球价值链当中的平台等等 这也是需要考虑的 这个世界在不断的发展 但是我们不能让世界的一大部分人都落在后面 他们需要能够积极的参与 所以就需要这样的一个平台 使领导性的牵头性的企业和中小企业 和地区的开发银行等等共同合作 以协作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 以便能够更广泛的执行GVC之间的潜在的联系 另外我们也需要对监管方进行培训 你们也可以想象技术在不断的发展 好像没时间了 我没有零分钟 我说零分钟是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字 我可不可以用零点五分钟的时间来结束我的发言 这个平台也需要培训监管方 我们需要超前的去考虑技术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以及监管方的监管能力 在私营领域 私营领域也是一个最佳的领域 我们应该去考虑一些务实的和创新性的解决方案 谢谢 感谢Hasha的非常出色的发言 这两个发言人的发言 使我们深受启发 有一些很新颖的想法 而且大家都很遵守时间 第二个是在十分钟三十秒结束了发言 这是一个很好的先例 现在请张晓清先生博士发言 他也是社科院的博士 他积极地参与了中国的五年计划 就在过去的十六年当中 积极地参与这方面的计划的制定 另外他会谈到中国碰到的一些关键的问题 因为他负责了中国政府的一个资产负代表的工作 现在有请他来做介绍 I'm very honored to be here 非常荣幸来到这里与大家分享一下中国的经济 那么现在我用中文来发言 今天讨论的主题是关于中国的新常态的经济 其实如果说跟我们今天整个的论坛主题对应的话 应该是说中国只有通过真正的制度性的创新 才能够获得持续的增长 首先简单说一下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些特征 其实在蒋部长的Kino Speech里面 其实已经讨论了 我简单说一下 首先是结构方面的一个优化 这里面主要体现在过去我们主要依靠投资 依靠出口来带动经济增长 但是今天我们更多的依靠消费 我们的消费的贡献已经是50%以上 甚至接近60%了 消费的在今年的贡献是超过70%了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的三次产业 我们过去主要是靠二次产业 制造业 工业 但是我们今年的服务业 其实已经超过了50%以上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是关于创新的驱动 因为以前我们更多的是依赖要素规模的扩张 所谓的粗放式的这样的一个增长方式 但是现在在创新方面 中国一直在努力 而且确实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这里面我简单的举几个例子 一个是关于R&D的投入 欧盟委员会有一个全球2500家 R&D投资者的这么一个调查 其中前100位中间 中国大陆有6位 而华为是排在全球第8位 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 第二个就是中国的高科技产业 中国的这个叫专利密集型的产业 就是Patent Intensive Industry 还有战略性新型产业 它的增长速度 比一般的产业的增长速度 都要快得多 都是两位数以上的增长 我想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第三个其实大家都看到的 就是我们也不能忽略的 进入新常态 中国经济的增速 实际上是放缓了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事情 我们怎么来应对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说 由于中国自身的内部的 结构性的因素 导致了现在出现的经济增速放缓 尽管我们也看到 全球的这样的一个金融危机 对中国经济增长是一个负面冲击 但是结构性的因素是更重要的 这里面我想简单提一下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对于这个问题又做了一个重申 这里面提出来 我们现在面临的矛盾 尽管有总量性的 有周期性的 但是结构性的问题是最重要的 那么显然应对这样的结构性的问题 当然了 这个刚才我们的张所长也提到了 包括人口结构的转变 包括我们创新通力不足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面对的 资源环境的压力 这些结构性因素 其实中长期对中国的增长 都有很大的约束作用 所以我想 无论是对中国来讲 对于全球来讲 只有进行真正的结构性的改革 进行制度性的创新 才能够走出危机 才能够获得一个比较 我们认为叫体面的增长 那么这里面强调一下 就是说危机以后 全球范围内都采取了 一种非常规的刺激性的扩张政策 那么这样的政策的结果是什么 我想告诉大家 这个结果并不是太好 尽管美国经济看起来 是比较好的复苏了 但是总体来讲 全球出现的是什么情况 是第一 由于这个扩张带来了 整个杠杆率的提升 就是全球的债务的上升 实际上从07年开始 到15年左右 全球的债务上升了 57万亿美元 就57 trillion dollars 它的这个上升的比例 达到了17个百分点 这实际上是非常快的 另外一个大家也看到的 就是资产市场的泡沫 无论是股票市场 大宗商品 包括黄金 其实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些 我们认为是资产泡沫的风险 这就是仅仅通过需求政策 所带来的一些不利的后果 在中国其实也是类似的 我们看到 这里面我想提一下 因为刚才主席先生也介绍了 我们一直在做资产负债表 这里面呢 我们给出中国的扩张性的政策 也带来了同样的一些风险 也是我们不能回避的 比如说我们的杠杆率的上升 这个过去的20年 我们杠杆率的上升 从这个110左右 到现在我们接近了这个230 这是指实体部门 如果包含金融部门的话 超过250 也就是说是GDP的2.5倍 那么这实际上是一个很高的杠杆率 那么另外呢 我们也带来了 就是国内啊 我们也带来了一些资产泡沫 特别是大家讨论比较多的 房地产的泡沫 那么我就这里面想简单说一下 就是国际社会一直很关注 中国的债务问题 包括债务危机 而我刚才提供的数据 也表明了中国的债务上升 是非常快的 那么这个风险到底有多大 我想告诉大家呢 由于中国的整个的资产结构 和国际社会 特别是发达经济体 有很大区别 所以我们在应对债务风险问题上 其实是有很大的余地 很大的把握 这里面呢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对比 大家去看 这个我的箭头所指呢 实际上是中国的政府的净财富 占整个社会净财富的比重 在中国目前政府的净财富 占到了百分之二十三点八 也就是接近四分之一 这在全球是最高的 发达经济体 美国英国基本上是复制 就是networks of the general government 是negative 但是呢 中国是占了接近四分之一 当然还有这个德国日本 他们会稍微高一点 但是也就百分之一都不到 所以我想呢 中国政府占有这么多的资源和财富 那么显然它完全有能力 来应对现在这样的一些债务风险 其实在上个世纪末 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银行业的危机 包括高盛啊等等 都觉得中国银行要破产 但最后中国也是用自己的财富 包括外汇储备 很好地应对了这场危机 所以我想呢 在今天呢 我们也有足够的能力来 应对我们的所谓的债务风险 那么这是最后 当然也是最重要的 我想说的是 中国只有进行制度性的创新 只有搞对激励 这里面我特别强调就是搞对激励 中国经济增长才有希望 因为最近大家看到中国的增长 其实2016年的增长 我想告诉大家的一个 我们的判断 学界的判断 其实它是好于预期的 因为在年初的时候 我们甚至认为中国2016年 都保不了增长 但是为什么我们能达到6.7 就是因为我们采取了很多的 积极的应对措施 那么这个应对措施里面 包括了很多政府的这些措施 那么今天看来 如果说没有一个市场自身的活力 因为我们的这个民营投资 是下得很快的 那么在今天 只有给民营投资 给市场以足够的信心和激励 中国经济才能真正获得增长 下面我想提大概四个方面 怎么来刺激我们的 就是说纠正我们的激励 第一个就是 我们仍然需要地方竞争 这是中国跟很多的一些经济体 有区别的地方 过去30年 中国靠它成功了 那么也带了一堆问题 包括产能过剩 包括债务风险 包括资源环境的这样的问题 但是我们是不是要 把这个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 我想呢 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新型竞争 我认为过去30年 我们主要是竞争GDP 在今天我们应该主要竞争 如何提供好的公共服务 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当然这里面 中国也面临一个重大的挑战 竞争GDP的时候 是自上而下进行评估 竞争公共服务 是自下而上进行评估 如何让自下而上的评估 能够对地方政府有约束作用 是我们今天遇到的制度挑战 当然也要进行制度创新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知道 我们进行了 这个一段时间的高压的防腐 实际上使得地方官员 应该说比以前更加清廉了 但是这里面也存在问题 地方政府如果不去干事情 害怕这个出问题 不干事情会怎么样 所以这一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专门提出来 对于地方政府地方干部 我们要提供正面的激励 而不仅仅是高压防腐 来进行警示 我想这一点也是极其重要的 第二点特别重要 刚才张所长也都提到了 OK 0.5 非常重要 就是保护产权 不但保护国有产权 也保护私有产权 不但保护有形资产 也保护无形资产 特别是知识产权 第三是激发企业家的精神 因为这个创新要靠企业家 Entrepreneurship 这个是最重要 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我想跟我们的主题 也有极大的关系 就是我们仍然要提出 积极引进外资 可能过去的有一段时间 我们对于这样的提法 就不怎么说了 但是今天再次提 其实是向世界宣示 我们将要继续执行 更加开放的政策 推动全球化的发展 同时改变 改善我们的营商环境 让外资更多的进入中国 好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张博士 您也注意到了中国和印度 都需要0.5分钟的多加的时间 现在有请冒发会议的代表发言 因为有一个代表 今天早上不舒服 他请他的同事 就是另外一个冒发的同事 来参加我们的会议 他是冒发会议的 ICT方面的专业人士 是不是可以请 安哈可以自我介绍一下 然后再进行正式的介绍 感谢 陈先生 感谢中国政府和社科院 和中心邀请我来参加 这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我能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一个 我是从事经济学的 而且从事的时间之久 我都记不得是什么时候开始了 我在冒发的工作呢 主要是关于创新发展 电子贸易 科学技术的审查 等这方面的领域 我们的重点呢 当然是在于 技术和创新 对发展的影响 这个主题 特别是国际经济的发展 我也参加了 经济科学和发展的 联合国的一个工作组的工作 我之前也说了 刚才也听到了 本来是由我们的主任来做介绍的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 他今天上午来不了 那么我会照着他的发言的 这个主题来介绍 那么国际的发展的议程 就可持续发展的议程 它的基础啊 主要是 这个综合性越来越强的国际社会 在第一年的执行当中啊 它的大背景呢 就是面临着一个 不断一体化的国际社会 但是呢 这个工作变得越来越难做 在贸易技术和投资方面的变化 对 是和现状呢 有很大的关系的 我们现在呢 需要呼吁一个开放的议程 来推动自由化的 在发展中国家当中的议程 就是贸易方面的议程 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发展中国家当中 人们担心全球化的经济 会带来很大的冲击 带来不平等 对就业带来冲击 而且呢 也对政策制定者带来了压力 而我们也知道 通过投资和技术 以及建立更好的全球性的贸易体系 对于长期的扶贫呢 是非常重要的 开放的贸易和投资 特别是在技术促进的背景下 以及更多的知识的背景下 已经在过去的三十年当中呢 是很多人脱离了贫困 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要确保这个竞争能够继续下去 使贸易和失业挂钩呢 其实呢 是一种错误的做法 贸易并不是造成 劳动力失业的原因 那么很多发展中国家 都碰到了这样的问题 贸易也不是社会保障的 减少的原因 尽管如此 有一些民粹性的言论 都会错误的主张 贸易会造成失业等这样的理论 有很多发达国家当中的 劳动人口的失业 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也存在 那么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 以及收入的不平等造成的 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造成的 另外 文化的身份的消失 或者政治的控制性的加强 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也就是说对社会契约的一种破坏 贸易和技术促进的全球化 其中也包括冒发组织和其他的国际组织 没有很快地对这些关切给予关注 没有很快地去介绍国际贸易对国际社会带来的益处 这也破坏了我们自身的可信度 以及我们的工作和措施的可信度 所以我们的确是要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 一个健康的国际经济就需要一个良好的治理 其中也包括贸易投资和技术 那么应该为各个国家的利益服务 尤其是在创新的角度 贸易和国外直接投资 一直都是技术 就是在发展国家技术发展的一个动力 但是投资和贸易带来的会 并不是自动就会产生的 比如说在这些发达国家当中 冒发的研究不断地指出 国外直接投资和技术的积累之间 没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那么主要是由于国外这些投资 和接受国的监管政策造成的 另外政府的角度来说 通常情况下 他们很少地吸收了这些技术 显而易见的是 不断对贸易和投资开放 不一定就能够支持 国内的技术能力的加强 一方面有的国家 在进行投资和贸易的开放性的政策 并且从资本和就业方面获益了 但是在国内的技术能力建立方面 产生的影响很小 另外一方面 这个开放也能够带来产品的多样化 有一些国家是让它面临着更多的技术方面的挑战 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直接的解决办法 解决办法应该就是建立能力 那么怎么做呢 有一些合作是可以促成技术转让的机遇的 但是由于缺乏 界定非常清楚的 就是东道国的政策 经常会造成国内的创新机制的能力不足 经济政策经常把重点放在贸易上 并且维持了 整体的宏观经济的愿景 在公共政策的 采购政策当中 没有包括当地的资源的话 就不能支持当地的技术能力 这是显而易见的 另外在不能支持技术的升级的话 特别是在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当中 尤其明显 政策的协调 可能也是发展出国家面临最大的挑战 之一与此同时 这也是可以得到政策制定者的控制的 协调性的其中也包括 SDI FDI的政策和贸易政策 另外在部门政策当中也可以进行协调 另外还有关于人力财务资金方面 也需要一个开放性的经济 那么政策协调还有一个垂直的组成部分 如何能够关注草根的发展 比如说中销企业的发展 以及新兴企业的发展 如何能够使他们容着国家政策当中去 有没有具体的机制来促进国家的创新 确保经济和科学的政策 是符合业界的需要的国家的经验证明 国家的贸易和投资流 是有必要的 但是对于发展来说还不够 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才行 在创新机制的治理方面 有一些例子 比如说芬兰 新加坡 韩国的例子 他们都把重点放在技术的能力方面 认为这是一个关键 国家政策的审查 在冒发组织当中 我们对卢旺达等国家进行了研究 发现创新性的政策 这方面的经济政策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还需要国家和国际方面的信息 这必须是基于时胜的基础上建立的 并且在绩效指标方面 有一些相关的数据 这些信息是一些一般性的经济方面的数据 其中也包括一些当地能力的分析和调查 其中包括贸易和投资的能力 可以对一些技术方面的企业进行调查 我来强调一下我们的这个角度出发的工作 来建立技术的能力 是国际贸易方面非常关键的促进方 从国际的角度来说 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要确保 贸易的规则以及知识产权方面的规则 都能够支持国内的努力 来鼓励技术方面的学习 没有国内的努力的话 是不可能有任何积极的发展的 非常好冒发的专家也遵守了这个发言时间 并且后来提速了 非常感谢您做的出色的介绍 谈到了技术发展方面的合作 这是很有帮助的 现在我们来请Anthony Tuttman先生 来做一下介绍 他是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司的负责人 涉及了竞争政策和采购方面的内容 他也曾经是知识产权组织的一个负责人 在此之前是澳大利亚贸易的负责人 并且在大学就职 有请 非常感谢 很快的感谢一下 这个会议的组织方 给我这个参加交流的机会 鉴于我们的主持人呢 长得很帅 可能呢 这个第二个规则啊 就是关于发言时间的问题 我可能有一些喘气的机会 而且印度代表刚刚谈到了零这个数字的重要性 其实零呢就是在印度发明的 或者发现的 那么 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只能笼统的做一下介绍 我们现在面临的 就我们现在手上的议程啊 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议程 因为我们现在谈到的一些问题啊 的确是 各个机构在自问的问题 我们应该怎么做 为什么这么做 对社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的确呢是需要进一步深化这些问题的讨论 与此同时我们也都接受 如果要考虑贸易和创新的议程的话呢 以及考虑对可去发展议程的影响 我们必须要理解 这根本上呢是一些非常复杂的概念 毫无疑问的是 贸易啊 这到底是什么 对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些根本性的问题 另外创新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现在碰到的一个难点 就是我们没有谈的这个TRIP协议 在过去的20年当中 一直被认为或者是指责为 创新方面的一个模式 或者是一个阻碍 我想其实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它其实是一个组成部分 它里面有很多的因素 有很多 就是创新其实当中的有很多的因素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挑战 与此同时呢 我们也知道创新是一个全面性的问题 是包容性的 特别是在全球范围当中 如果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首先呢可以把工作基于一个就是实证的基础上 就是根据实际经验的基础来建立我们的工作 在谈到TRIP创新的时候 我们会考虑到这个边界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规则是什么 TRIP作为协议里面包含着什么意思 而不是把它当作一个 立即可以适用的机制 一共有164个成员国 共同的建立了这样一个框架来推动创新的目标 这就是基础 在国际的层面 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呢 也使我们不能只是谈一些泛泛的原则 国际的原则 而不去谈一些适用一个方的政策 我更多的认为TRIP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就是各个国家系统之间的相互之间的操作性 而不是给予一个具体的模型 或者是强制性的在创新能力方面的规定 其中的一个好处就是利益分享 刚才大家也谈到了 我建议应该把它纳入到TRIP的协议的原则当中去 我们的确要考虑各种创新的概念 不管是学来的创新 还是我们更多认为是一个集体性的活动 一个网络性的工作 或者是一个试点性的计划 还是关于传统知识的创新 那么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 正如发展的概念也是这样 通常情况下人们认为发展的是基础设施的发展 所以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 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我们也知道发达国家也面临着一些基础设施的挑战 那么发展也是提供工具 还是涉及的是知识的发展 如果能够把一些技能上传的话 上传到劳动力的水平 纳入到研发的社区当中的话 这是不是也是发展 其实发展帮还了所有这些内容 我们不能只是重视一方而不顾其他的方面 其实这就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带来的挑战 现在这个挑战变得更加严重了 变得更加要求更高了 特别是我们在考虑可继续发展目标的范围和深度的时候 这的确也塑造了多边关系 特别是在科学和研究方面的框架 创新事实上是可继续发展 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就是贸易协议和贸易本身 如何能够促进创新和这个系统 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去看待 创新的可能是实现政策目标的一个渠道 还是创新相关的贸易 也就是贸易本身也可以反过来支持创新的目标 当然在这儿呢也很难就是择其一而不考虑全面的角度 这种全面的角度我认为正是我们如何制定贸易协定背后的理念 这个哈舍辛格教授刚刚呢其实也是探索过类似的内容 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框架当中来看待创新的话 其实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千年发展目标相比 其中一个不同的就是将创新本身作为一个目标纳入进去了 创新它本身就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这个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框架上的目标改变 对于我来说创新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工具 也就是我们实现发展目标的一个工具一个背景 但是现在我们要从两个角度来说 创新不仅是一个机制也是本身是一个目标 因为我们无法想象如何可以实现 重新勃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比如说食物 粮食 卫生 能源 气候变化环境保护 如果我们只是将这些目标仅限于 目前我们手头上已有的现有的工具以及现有的手段的话 因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是2015年建立了很明显它是有不断动态的过程 创新正是这种动态过程机制的一个体现 同等的技术 创新性的技术呢 也是需要 来支持体制方面的建设 以及 制定合作伙伴关系 这也在可持续发展目标16和17大目标当中予以提及了 这就需要创新本身 同时呢 也需要监督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实的过程 因此 创新是在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当中融会贯通的 我们如何可以使用现有的框架以及和工具有效地来实现这些目标 那么这呢 就要回到我们自己的协定 Trips协定 在过去 事实上我也探索过类似的问题 就是Trips协定是否可以满足我们在当今社会来看待的这些人物 比如说我们在这种当时是模拟时代 在起草的Trips协定 现在到了一个数字化的背景下是否要有改变呢 是的 一个模拟的条约在数字时代可能还没有做好数字环境下的各种挑战 尤其是目前人们开展贸易的方式已经不同了 还是说Trips协定 第一个2.0的贸易协定 第一个多边贸易协定 也认可到这样1.7 你可以有一些高价值的贸易协定和贸易交易方法 可能不包括这种贸易的过程当中 不包括传统的服务和商品的贸易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目前对于电子商务讨论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在世贸组织看家讨论的重要环节 当然现在基于软件 基于App的这种经济 以及这种数字化的贸易在当今事件涌现出来 这种现象当时在Trips协定的这些谈判者的时代当中是没有预见到的 而且当时的Trips协定是以商品以及内在潜在的一些商品 以及抵制一些假冒伪劣产品这样的概念为背景和基础制定起来的协定 但是当今社会我们看到有好几个非常重要的行业 比如说知识产权它也是一个可交易的产品 它本身也是一个商品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框架的转变 不仅是知识产权 而且贸易本身 贸易是我们世界贸易组织当中就有贸易这个词 那么贸易的概念在过去的20年当中 也经历了深刻的变革 因此问题就是我们是否已经可以将这种新的贸易的概念 以及新的知识产权的概念 纳入到这个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当中呢 在我们谈判Trips协定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纪念20周年Trips 纪念日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谈到当时在谈判的时候呢 这些专家并没有考虑到当今这种状况 他们说当时Trips的协定 其实如果总主要是对于商品的贸易 而不是将知识产权本身作为一个可交易的商品来看待 当然这些谈判者当时也是意识到一些政策的目标 以及知识产权体系的政策目标是什么 是的Trips协定是以首个多边协议来澄清 为什么我们首先需要知识产权 这就是这一协定第七条所概述的 第七条呢 其实明确指出 至少作为一种意愿 一种目标 一种愿望 即知识产权呢 应该是促进创新的一个基础 而且它也是Trips协定政策框架的基础 而且呢 它也指出 可以将技术以及创新带来的果实呢 予以分享 当然 这一条款 其实涵盖了前几个世纪 好几个世纪对于专利专利法发展的一个过程 但是如何来实现这一点呢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当今需要来讨论一些边界规则 第七条 还有其他相关条款 如何应用这些体制 使其复制于事项 在Trips协定当中 我们看到非常有意思的各种各样的讨论 不仅仅本身是一个谈判了 也不是想要重新撰写我们的规则 但是我们看到很多成员的报告当中显示 他们如果开展努力来实现多领域的目标 尤其是与创新这概念联系在一起 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趋势 我们看到我们越来越多的讨论 如何应对当今社会当中这种软件 软件的体系 但是从时又从一个务实的角度看一看 如何可以应用广泛的政策备选方法 从而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益 尤其是在Trips协定第七条一般性条款当中所提到的这些目的 同样的对于最发达国家来说 很自然的而且很重要的就是 也是我们合作工作的重点 在Trips协定当中认可技术转让 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很重要 尤其是对他们可以促进良好的技术发展方面 除此以外 最发达国家也应该成为创新周期的一环 同时因为我们目前不完整的信息需要进一步的填补 即成员如何可以促进技术转让带来的激励措施 那么这得到了比如说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 以及最近刚刚建立起来的最发达国家的技术银行得到了扶持 这个对于这部分的工作来说是一个强有力的补充 因为毕竟如果我们想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话 如果我们想要看到有效的散发 以及分享和适应清洁能源技术的话 它内在的一些要素很复杂 我不会想要对这个换灯片一一地给大家进行分解介绍 因为很复杂 这顿换灯片主要是介绍了有效的一些 比如说风机风能机场清洁能源如何可以缓解一系列的问题 这涉及到公共以及私营的一些奖励措施 但是还需要开放包容和技术的运用 才能够应对这种非常复杂和内在联系在一起的技术层面 所以这就指出了有必要在政策制定方面的纳入创新这一要素 而且在治理结构当中也需要创新 我现在还有多少 0.1秒 0.1分钟 我们目前如何可以在多边的层面实现这一点呢 那么这一领域在科学发展目标当中就讲到了公共卫生 当然获取基础要务和获取公共要务是实现 科学发展目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也是科学发展目标的优先重点 同时也是多哈宣言当中的重要要素 对于世贸组织协定当中也指出过这一点 也就是说我们非常清楚 创新在治理以及在国际合作多边合作当中的作用 三个总干事 世贸组织、世卫组织以及产权组织 他们承诺协调努力创建统一的工作平台 同时也涉及到其他多边体系的领域 比如说冒发会议当中的同事 目前正在负责人权方面的角度出发考虑 因此创新以及获取医药技术是一个中心目标 当然在这方面也意识到我们要理解所有的政策 包括采购政策、人权、竞争政策 再到传统的贸易政策、关税、非关税政策 还有如何你可以管理你的专利系统等等 所有的这些要素都必须要充分理解 而且合并在一起才能够找到我们最优化的结果 我们不能够只是将其中一个领域单独挑出来说 因此我们需要关注可取发展目标 第三大目标公共卫生从一种全面的角度 很快的来总结一下 促进创新以及获取创新带来的果实 这是构成了一个全面的创新生态系统 我们也需要将所有的各环节合在一起 不是将某个单独的政策或者一个领域单独挑出来予以关注 当然我们也在改变我们的目标 创新本来就是一个改变的过程 有一些破坏性的技术会干扰我们 我们需要了解这种干扰带来的影响 那同样的创新也带来了进入全球市场的新的边界 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企业和生产商 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在不考虑创新的情况下来考虑实现可取发展目标 我们在这技术当中需要提供清洁能源技术 卫生以及获取信息的技术 同样的创新对于我们就是国际系统来说 在体制和政策框架当中也是构成了全球合作的一个基础 说到这里我就说完了 你的0.1分钟好像蛮长的嘛 但是还是感谢你非常详实的介绍 现在我请最后一个发言者 东燕教授 他是社科院的经济和政治研究所 它是关于中国的技术 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我的介绍是涉及的是创新和发展对贸易的促进 我用中文 英文来发言 创新发展 促进贸易转型升级 在2020年开始全球贸易额已经出现了负增长 那么今年可能也会继续负增长 在全球贸易低速增长的态势下 中国的贸易在2016年 我们根据前11个月的数据来看 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回稳向好的增长的态势 那么中国的贸易对全球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稳定扶苏 正发挥了积极的贡献 同时呢 中国贸易通过自身的结构的优化 质量效益的提升 在实现转型升级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创新是引领中国贸易走出低迷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力 如果我们再看一下今年的最新的 就是11个月以来的一些更详细的贸易数据 就可以看到跨境电商这些新的贸易模式 它的增长的速度非常快 今年前11个月它的出口增速达到了去年同期的一倍以上 同时民营企业 一些民营企业他们通过技术品牌质量的创新等等 取得了一些新的优势 那么他们的增长态势也比较快 另外对于高新技术的进口和出口方面 中国2016年前11个月的发展也比较好 同时中国的市场 国际市场结构 正在不断实现的多元化 以抗击全球经济增长 一些主要国家经济增速变动所带来的风险 另外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来看 中国目前从18届三中全会以来 正进行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构建 通过高水平的开放 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来提升整个经济的活力 那么在这些方面的改革中 其中已经有一些取得了比较好的进展 第一项就是重要的是中国在外商投资领域的改革 中国已经修改了四部相关的外商投资的法律 特别是在2016年10月份 将不涉及国家规定 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 它的设立和变更由原来的审批制 逐渐改为备案制 同时还出台了一系列的优化营商环境 促进投资便利化的措施 我们看前11个月的一些投资的数据 可以看出从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的数量来看 实现了3%的同比年增长 使用外资方面也是在前11个月 我们的使用外资是用美元来计算是1137.9亿美元 也是实现了同比3.9%的增长 另外我们对高新技术服务业 这个外商投资企业的吸引量 还有呢一些贸易投资形态的变化 比如说并购等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增长 同时这些外商企业的结构呢 预示着我们正向比较高技术水平的 全球价值链的一些高端来移动 另一方面的进展呢 就是在改革开放中为了和国际的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规则相适应 同时呢创立更好的更开放透明的营商环境 中国已经在四个沿海开放地区呢构建了自由贸易实践区 那么这一些地区呢在过去几年以来呢 他们的改革探索在贸易金融还有很多市场环境 海关便利化等等方面呢 已经取得了一些可扶持的一些经验 在2016年的中国将自由贸易实验区的建设呢 由一些沿海开放地区的一些比较少的几个城市的试点呢 已经向东北地区还有中西部一些主要的城市呢 新扩展又设立了七个地区 那么呢这样呢我们的自由贸易实验区的建设 通过重点地区的试点呢 就逐渐向全国来推进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经贸合作 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合作呢 中国已经从贸易量投资量等等方面的一些数据看呢 已经取得了一些明显的进展 那么更重要的是呢一带一路的倡议 它和一些封闭型的区域合作有明显的区别 这里边呢体现了一个具有包容性的 全球价值链构建的一个开放的理念 那么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的提升 沿线国家的他们这个融入全球化生产的能力 同时呢构建一些更具有包容性的全球价值链 另外呢我中国呢在促进全球价值链方面呢 也取得了很多进展 从左边的图形可以看出呢在亚太地区呢 中国是全球价值链的一个重要的节点的国家 那么中国通过在G20长州峰会 还有APAC会议等等方面提出了一些 促进中小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 同时呢又建立了相关国家合作的一些 贸易附加值贸易统计的数据库 另外采取了一些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等等 促进中小企业融资方面的一些具体的举措 在促进全球价值链方面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探索 经过了这几年的发展的中国通过制度性的创新 在改革开放中呢已经促进了市场配置改革的有序进行 经济运行管理体制取得了一定的突破 同时呢全方位的开放正逐渐扩展 另外在自身的制造业自身竞争优势 正在不断地进行创新 促进自身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性升级 中国通过自身的发展 提出来引领全球贸易的发展 那么在全球贸易面临新的挑战的时期呢 中国对于全球贸易的发展呢 其实有自己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理念 第一方面呢就是创新发展是引领贸易全形的重要的动力 那么刚才学者们呢已经谈到了创新和贸易的关系 可能有很多的维度 我们认为呢至少有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呢在贸易领域的创新呢 就是贸易治理结构的创新 第二方面的创新呢是 有一些具体的贸易政策来促进创新活动 比如说数字经济新工业革命等等 第二方面的理念呢是包容普惠 所以是提升全球化活力的重要的理念支撑 当前经济全球化面临新阶段 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争论 我们认为呢全球化仍然是各国未来发展的一个主要的动力 但是在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 更需要注重包容普惠和可持续发展 对贸易和不平等 贸易和环境保护 贸易和销售贫困等等方面 这些问题呢需要更加重视 所以呢在全球化发展中 更重要的是融入一些新的理念 第三方面呢就是对于多贸易贸易体制 在过去几年呢由于 区域一体化的过度发展 区域一体化本身承载了超过它自身的一些功能 因为传统的区域一体化呢 主要是贸易自由化 但是呢随着深度一体化的发展 其他机制的功能的一些弱化导致了区域一体化 它自身承载了过多的非传统收益的功能 比如说是地缘政治竞争的平台 是新规则创新的平台 同时呢也是发展中国家 用外部压力来促进内部改革的平台 那么在2016年的区域一体化 面临了一些回调的空间 那我认为这些回调呢 其实是对过去过度发展的一些适当的调整 并不意味着区域一体化本身可能会退潮 但是从全球自由贸易的发展趋势来讲 多贸易体制仍然是全球治理的最重要的基石 谢谢 非常感谢您这个出色的介绍 现在大家可以提问和 就是向专家提问 请自我介绍一下 然后可以提问 有没有问题 非常感谢 我来自 国际货病基金组织 我当然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不知道怎么来说 主要是因为啊 听到了大家的各种想法 感到非常叹为观止 我有两个主要的方面要谈 你们谈到了机器对机器3D打印 你们说的都很正确 我们到底 对国外直接投资应该怎么做 特别是国内的内容等等 我们当然需要国内的创新 机构的创新 但是同时呢 我们也听到一些传统的贸易方 哈希夫刚才谈到了这一点 他提了一个建议就是 要把贸易税收和投资和商品 建立连续 我对此呢有一些疑问 这好像是有些倒退了 我有一个问题要提给哈希夫的 就是现在是不是到了对传统的贸易领域进行创新的时候 还是应该保持不变 就是来确保已经实现的国际合作的成果 如果我搞错了的话 请你告诉我 鉴于有一些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 如果我们要对此放弃的话 放弃我们的立场的话呢 事实上呢就是鼓励他们去宣传这样的言论 使我们会带来更多的本来可以避免的问题 也就是说现在是不是要去创新传统性的贸易机制 还是应该保持我们已有的成绩以及怎么做 我是不是可以问一下 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 我们只有一轮的问答的时间 我们可以先提一下问 然后再让专家回答 你们可以向某一个专家直接的提问 谢谢 我叫Platty Wells 我是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工作者 主要涉及的是男女平等问题的一个非政府组织 鉴于过去的30年当中 联合国秘书长都认为男女平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你们认为妇女在创新当中的作用是什么 另外在政策制定当中 对贸易和创新 这个妇女的问题应该有什么样的影响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一个两个三个 好 最后一个坐在最后面的 可以打开话筒 我是一个医生 来自HID 我要问一下张晓清 一个问题 对不起 没有听清楚 就是要把GDP的能力变成公共服务的能力 但是大家知道GDP的能力 不一定只有能够转变成公共服务的能力 和公共服务量 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到底应该怎么做 谢谢 好 非常感谢 现在请哈萨和张博士先发言 每个人一分钟的时间 就按照这个顺序来说 请张女士先说 张先生 一分钟 张先生 谢谢您的问题 我的意思是 在衡量公共服务的时候 也是有一些指标的 比如说 要衡量教育 卫生 环境保护 比如说蓝天白云 要进行测量 另外创造就业 扶贫 方面 我认为 现在的中央政府 已经建立了一些创新性的 有关公共服务的指标 如果能够使用这些指标的话 就可以来衡量 就从根本性的去 或者一般性的去进行衡量 但是这里关键的一点是 这不只是由中央政府来评判 还应该由老百姓来评判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才需要我们进行机构性的改革和创新 那么现在呢 是正在进行的一个工作 谢谢 谢谢 安哈 是不是要 发一下言 就是关于男女平等的问题 就是女性力量的问题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在创新政策当中 要有合法性的话呢 就必须是具有包容性的 可能男女平等的问题呢 是最有相关性的 不管是在创新政策 还是其他的发展政策当中 都是这样的 可能可以在处理一般性的关切的时候呢 也能够解决最贫困人群的一些最主要的关切 因为妇女啊 从平均的角度来说呢 要比男子要贫穷的多 这个问题呢 也是和好几个专家谈到的内容相关的 就是政策之间的协调性是不是足够 如果要是政策取得成功的话呢 也要考虑对于创新产生的影响 创新能力的影响 那么政策的事实上呢 涉及着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人权啊 教育啊 技术 获取资源啊 能源啊等等 考虑到男女平等的问题 特别是在创新政策制定的时候 加以考虑是非常重要的 谢谢 关于性别我完全同意您所说的 因为我认为 基本上来说 游戏规则对于男女来说 其实是不一样的 当然有些时候 有些方面 你也需要将社会关系 尤其是在这个背景下社会关系考虑进去 比如说在非洲我们就有一个项目 专门是关注非洲女性创业的 在一年这个项目运作以后 这些项目运作者呢 再来评估一下取得进展是什么 每一个女性创业者都指出 为什么有些工具你没使用呢 那些女性的回答就是因为 男人告诉我们不应该怎么做 所以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 有些时候只是开展一些表面的项目 而无法解决在这个屋内 男女之间不平 本身存在不平等现象 是无法实现结果的 要充分实现女性的目标和潜能的话 是无法实现的 因此这种研究就告诉我们这个结果 因此我们必须要专门考虑女性的层面 Hector 你刚刚问的一个问题 事实上我当时在介绍的这个概念 你说好像是退了一步 但是事实上呢 我不是在谈传统的这些部分 而是你预见将90%的贸易与开放 在最大的30个经济体当中 而你所看的呢 展望未来 如果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向前跨境的一大步 即便在美国目前的TPP协议 都可能过不了这一关 是因为市场转入的问题 因此我们的问题很大 我们如何可以实现这么远大的目标 同时又要解决我们的关切 这个是我在介绍的时候呢 想要找到解决方法的 那你的问题就是 我们是否可以收复失地 首先我不认为我们可以维持下去 因为贸易政策的非正式化 已经快速地在演进 有一些政策的发展 其实要比一些传统的贸易领域要更为重要 如果每一个贸易政策都说 在当今社会的税收措施 比以往来看都不那么重要了 事实上 以等于没有充分地再看 如何可以进一步地开放 并且如何减少贸易的这些税收政策 要减少人们会感到舒服 但是如何解决它起带来的问题 这个不是世界演变和发展的一个趋势 这是一个问题慢慢涌现的一个趋势 因此需要解决方法 这种解决方法不是倒退的 事实上这种解决方法可以帮助我们 如何向下推进 如果没有刹车装置的一个车 是没有用的 这个车只会带来事故 因此我希望给这个车 往前推进的一种动力 而不是呢让这个车掉头转向 但是这也要需要有一些刹车的系统 这个刹车系统 是在一定的贸易规则的情况下 需要刹车的时候再刹车 这是我想要做的 当然只是光说说 可能背后要做的工作很多 谢谢请Antoni 然后再次请东彦发言 很快的说两句 首先性别和创新 很明显 它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从性别的角度 来解决创新政策 有两个方面可以来分析 第一就是平等 以及我所说的不会包容 这很重要 对于任何的不会包容政策来说 都要融入性别的角度 第二 即便是可以称之为冷血的务实的政策 事实上如果只是拥有一个忽略女性的创新政策的话 也就是忽略我们集体创新能力一半的人口的这种政策 显然是很愚蠢的一种做法 哈雪刚刚提到的这种政策 也是需要平等的做法 良心平等的做法 同时呢 也需要总体的考虑 创新能力带来的效益 事实上 在这个会议室 Trips理事会开会的时候 也提到 创新政策的其中一方面 成员提出的其中的一方面就是涉及到这一点 当然我现在记不得主要的讨论的内容了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当时会议的会议记录 当时这个会议当中提到一系列的这些措施和取措 都是与成员国有关的 其中一个很有效的一个做法 就是更宽泛的原则 将这些原则呢 直根于 务实的经验当中 分析这些经验 我还想进一步回顾 创新同时 也是带有一丝文化色彩的 而且 创新的一个方面 可能就是有限制 而且有偏见的 因此我们也 经常会谈论传统知识和民俗文化的知识 在我们的理事会 以及市产权组织 还有其他多边机构当中 都提到传统的民俗文化和系统 也是非常重要的创新系统的一环 即便是传统的民俗文化和知识 可能表面上看上去并不那么重要 因此在这方面 我们也看到很多有意思的一些举措和倡议 正在开展 很快的说一下 第二点我想说的就是 M2M和3D技术 如果从投机的角度来说 很明显这是一个从商品贸易转向知识产权贸易的一个领域 如果我们想要在一个经济当中 每一个消费者他本身也是一个生产者 比如说3D打印技术 那么这个贸易呢 它就是对于知识产权的一种设计 而交易是有关一种使用权的交易 对于信息使用权的交易 因此这就是所谓的知识产权的许可 这就是为什么Jeremy Rufkin 在好几年前就预测过这一点 他指出 可以有众多获取的一种经济体 Niklos Pondit也说到 对于专利的贸易 最终会形成对于知识产权等等的贸易 那么这方面到底需要重新撰写规则 还是体制方面的变化 我觉得这也是成员国讨论的重要领域 非常感谢Antonio 我希望所有的主讲人不要离开讲台 请Ricardo也来到讲台上 再与张教授以及东彦 一起做最后的总结成词 与此同时呢 大家手头上还有一个回馈表 我希望大家是否可以花几秒钟的时间 填写这个回馈表 这么一来呢 可以有助于我们今后对于活动的组织 所以东彦小姐 您有没有要说的 对不起先请Ricardo 非常感谢善华 时间因为快到了 所以呢我不想花太多的时间 说我想总结一下 今天上午呢 是一个非常出色 非常精彩的一个上午 尤其是我们刚刚听到了 各位对于想法的一些意见交换 以及在这部分主讲人各位的思想的交换 我们提到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程度的创造力 以及创新性的做法 之前也说到过 需要有一个具有复原力和抵抗性的这种规则 同时创新政策 同时创新政策以及体制上的创新 如何可以起到帮助 我听到大家厂下的观众以及主讲人也说到过 我们必须在创新如何引进方面保持谨慎的态度 以及如何在系统当中部署这一创新 同时呢 我也想要指出 正是需要适应我们目前的这种现状 才能够保证 我们目前手头上的这个系统呢 可以克服所面临的挑战 所以我们之后还听到有些人所提出的 关于中国经验方面有充分论证的一些介绍 尤其是中国经济的一些发展情况 包括中国对于规则系统的全面的包容 以及中国如何从技术的角度来说 去克服这些挑战 我在今天会议开场白的时候就说到 今天的这个会议呢 是给我们提供一个机遇 可以讨论一下与世贸组织 在全球贸易和投资框架当中的相关议题 那么这个工作呢 我们已经开展了若干年了 我们也希望可以继续 为大家提供更多的机遇 来开展诸如此类的讨论 并且进一步的可以进行分析和想法的交换 我要感谢我的同事 以及社科院 还有国际经济和政治研究所的各类与会代表的参加 谢谢 谢谢Ricardo 请张教授来做几句 总结成词 今天这个 在这一节里呢 我们讨论了很多问题 我不想再做这个总结 刚才Dr. Ricardo 他已经对这个讨论的议题 做了一些这个很好的很好的这个总结 我想呢 创新和发展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那么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创新 创新呢 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讨论创新的两个方面 一个是这个physical的这个方面 就是物质的这个方面 还有一个呢 就是制度 制度层面的这个创新 因为所有的活动呢 都是人来完成的 那么人呢 是受到激励的 那么如何给人们提供正确的激励 我觉得这就是制度创新 要做的事情 提供正向的激励 像这个知识产权问题 像这个 这个我们谈的叫open science 这个这些制度的设计 那么再说到这个制度创新这方面呢 我想特别强调一点 就是这个我们要鼓励 这个技术 技术的这个扩散 除了创新本身 还有一个技术的扩散 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研究 这些研究呢 最后证明 就是技术进步本身 这个是在物质层面上的技术进步 这个呢 是每天都在发生 但是呢 这个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却没有伴随着这个技术进步呢 这个不断的加快 其中的原因之一 就在于我们看到广大的中小企业 他们的技术创新的步伐 没有跟上那些大的 有能力进行技术创新的这些企业 所以我想呢 在这里我特别强调一下 就是技术创新本身和技术进步 和技术扩散 那么需要制度创新来加以支持 那么还有一点呢 我想强调的就是金融层面的问题 这个和制度设计有关 就是有了好的想法 如何把它变成事实 这个就需要有效的金融市场 那么我们今天呢 在讨论发展和创新的这个关系的时候呢 就是对金融层面 如何创造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 来支持这个 创新 我觉得这方面呢 我们谈的稍微少了一点 我觉得这个我想再利用这个机会呢 再谈一下 那么发展问题呢 我的理解 发展呢不仅仅是人均收入的提高 发展呢还必须得考虑到环境 还有人力资本的改进 这里包括健康 在考虑到环境 和人力资本改进的基础上 人均收入的水平的提高 这是今天我们在讨论发展议题的时候 我们需要关注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觉得 像联合国的一些机构 像UNESCO他们做的一些工作 比如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指标 叫Inclusive Wealth Inclusive Wealth 他在这个概念呢 他考虑到了这个 Manufacturing Capital Human Capital Natural Capital 他谈了三个资本 那么这里面就把我刚才说的因素都放进去了 所以这样呢 就是创新和发展 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角度去理解 去看待 最后呢 我也想呢 感谢一下我们的合作者 这次这个会议的召开 和ICTSD 我们这两个机构 共同来举办这个活动 和社会科学院 那么这不是第一次了 我们以前合作了好几次 那么合作的也都是颇有成效 那么我想也借这个机会呢 感谢我们的这个合作者 感谢各位的参会者 对这次会议的成功举办 所做的贡献 谢谢 谢谢张教授 我们的会议呢 非常成功 可能是日内晚2017年的 第一个重要的会议 我想请大家鼓掌 感谢我们的发言人 也感谢大家的参加 另外要感谢我们的口译 在会议室的后面 和感谢会议组织的工作人员 就是ICTSD的工作人员 那么现在请我的老板 Ricardo 也要感谢我的老板Ricardo 他组织了建立了这样的一个活动 谢谢大家 这次会议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